台九线托宽工程完成之后 行车道路大幅扩增之外 也加快用路人的行车速度 日前因为连日大雨 一名江西女子因为视线不良 加上路面积水导致打滑 不幸丧命 家属前往事故地点进行行情 要求公路总局提出改善 台九线瑞北路段 美其名是安全警官大道 然而从今年1月到7月为止 该路段就发生了185起的交通事故 造成4人死亡 一名家属来到孩子的事故现场 悲痛至极 前天他的前天上面那个电杆 也是发生发生的这个事情 上个月31号 江先生的女儿因为大雨是线不良 再加上路面积水导致打滑 在这个路段不幸丧命 这一次特别到事故现场了 白布条抗议向公路局陈勤 希望他们重视并加强 道路的环境设施安全 目前我们初步会先从造势的热点 这个地方也就是像我们在 在的这个位置 就先着手做改善 然后面再去做其他路段的检视 没有设分割的 导致我们的车子 怀着悲愤的心情 江先生悲痛陈情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改善 优化道路的安全环境 让交通事故的悲剧不再发生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